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深公报啊 这时仗义了一把 给这个鸡肠送了个信 鸡肠早已经明了了 同时啊 自己也算就了 有此一难 她跪的这会儿 听宣读完旨意之后 向昭哥叩首谢恩 可以说是千恩万谢 当时都没站起来 跪在这儿 就把这三张肉饼吃下去了 那是怎么吃下去的 嚼没嚼 那怎么往下咽呢 不知道还可以呀 明明知道 这是用儿子的肉做的这肉饼 做父亲的 怎能忍心把它吞食到妇内 而且还是一位堂堂之西伯侯啊 那在当时来讲 那是一位有名的圣人哪 圣人又当如何呀 如果要是不吃 父子双双 都得命丧在昭哥城死在这妖妃 打击之手啊 现在鸡肠就是千痛万痛 隔心之痛啊 刀刺肺腑 滚油肩肠一般啊 也得把儿子这肉做的肉饼 把它吃下去 好回归西齐 居家团圆 在与文武商议 商议什么呀 这个鸡肠也是够可以的了 他都没敢想这个报仇二字 你看 忠嘛 那么他要和他手下的文武商量什么 商量什么 只是商量怎么恪守沉洁 永不犯上啊 要是一犯上 说给儿子报仇 那不就不忠了嘛 所以自己还想回去之后呢 把这些文武 包括他那板儿来个儿子 他都得好好教训一番 教训他们什么呀 你是自取杀身之祸呀 这个博弈考他不应该来呀 我在离开西齐的时候 是再三的嘱咐 我有这么几年呐 被困之灾 这算不得什么 不至于丢了性命 哎 七年过后 天子肯定得恩赦我呀 回归西齐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非去探望 我说一兵一卒都不要来 这博弈考不听复训 居然进京献保 替服赎罪 自找杀身之祸 回之万一呀 现在机长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那么这机长 他怎么那么想啊 他是那个时代 那个年头 就产生那样的人 所以机长啊 还是在信守这个中字 我得对皇帝的中啊 不敢有别的想法啊 哎呀 当时传指官呐 眼泪差点掉下来 传指官一看 嗨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人言西伯侯积昌 会演算 精通八卦术 可是他就没算出来 今天皇上给他这肉饼是他儿子的肉 他跪的那会儿啊 还感恩戴德呢 就把这三张肉饼全吃了 连点酱油醋什么都没有 哎呀 可怜呐 传指官辞别了机长 回京城复命 得回复圣旨 告诉周王一声 周王跟达基正在这儿喝茶呢 一听传指官回来了 当时把他叫到跟前 问他呀 这机长 吃没吃这三张饼 他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感觉没有啊 传指官说他什么反应也没有 没任何感觉 哎呀 吃的那个香啊 同时一边吃着 一边向昭哥城叩手 啊 谢天子之圣恩啊 他本来是个罪人 皇上还在惦记着他 啊 还给他送去肉饼 他不知道怎么感恩戴德好了 啊 看来 机长确实是个中粮啊 啊 传指官还给机长说两句好话呢 周王这么一听 哦 原来如此 他看了看达基 达基撇着嘴 冷笑了这么一声 人言机长能演算 今日看来呀 嘿 不过如此 把这事啊 就算放下了 达基 没什么心事可想了 他没心事可想了 那博弈考还带着好些人呢 都在驿馆这儿呢 他那些随从人等 听说大公子遇害了 吓得呀 连夜跑回西齐呀 回到西齐 禀报散医生大夫 把散大夫喝得魂不附体呀 赶忙跑到宫里来 禀报给激发 当时在银安殿大剧文武啊 说这事怎么办 大公子遇害了 你看看 散大夫也着急呀 当初贤猴有命 不让去人 可是公子未尽孝心 非去不可 谁能阻拦得住啊 那是一片孝道啊 你怎么这么好 不懂情理呢 现在出了这个祸事了 这该如何处置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垫脚下有人大叫一声 烦了啊 烦了 可不这位气坏了 气得是暴跳如雷啊 谁呀 大将军难攻阔 说现在还有什么好商量呢 应该同我西齐所有人马 我们西齐城 文武众将 不下百元啊 四贤八郡 有四十万精兵 发合成人马 杀进武官 直取昭哥 灭了这个昏君 捉住打击 将他碎尸万段给大公子报仇血恨 正好东伯侯也反了 南伯侯也反了 我们就随着两路诸侯 一起傻笨精师 南将军这番话好似火上颇油啊 众武将一个个苍朗朗 宝剑都出霞了 马上这就要同兵征伐 这时赛医生大叫一声啊 住口 好大胆的南公阔 吩咐武士先讲南公阔推出去 斩首 先把他杀了 哎呦 咱过口吃了一惊 他看着散大夫 好像不认识了 这怎么了 我说给大公子不会考报仇不对吗 怎么未从出兵先斩大将啊 中文我也愣了 激发也不忍啊 哎呀 三先生 可你这是何意啊 三大夫长叹医生啊 二千岁 列位大人 哎 我们错就错在 没有拦阻住 大公子不依靠 不应该啊 叫他离开西齐 去到昭阁进堡 替贤侯赎罪 我们已经错了 可错一不能错二 不能一错再错呀 怎么现在敢口言反字呢 啊 你这一声反不要紧啊 我们兵还没有点齐 还没有杀到武官前呢 恐怕贤侯命休矣 那肯定啊 皇生要知道了 说什么 西伯侯 他的刺子鸡发反了 率四十万大军 来公武官 想杀到昭阁来 啊 给他大哥不为考报仇 好啊 西伯侯鸡伤 不是还在游里困着呢 先讲其处死 你这不是害贤侯不忠 不义吗 贤侯一是英明 就富于流水了 你好大胆子呀 敢无端喊出一个反字 我看你不是言反啊 你这是想断送西旗呀 一番话说的难攻阔 冷汗都下来了 再也不敢言语了 那武士过来真要把南将军给捆起来 激发赶快给拦住了 哎呀不要如此 文武忠心可见 我知道你们这都是啊 哎急火攻心哪 不知道怎么这好了 听到这个讹号之后 大家难以控制感情 哎 孤已如此啊 说的这儿激发人类流满面啊 那兄弟情谊非常深啊 啊 大哥就这样被人给剁为肉酱了 那激发心里能不难过 可是你不能责怪南攻阔 可人细听一听 上大夫散一生这番话 也说的是头头是道 这消息传出去还了得 散大夫这意思 那就是说即便想给大公子报仇 也不能这样大喊大叫啊 那得把贤猴请回来 看看他老人家同不同意咱们这么做 不能损坏了贤猴的名声更不能啊 好吗 这儿还没等举兵呢 贤猴积昌把命也搭上了 哎 南攻阔害怕 他就害怕这一点 可不是吗 自己真的一番好意 没想到 能断送啊 贤猴和西齐啊 这个罪他怎么能担得起啊 罪下的冷汗之流 三大夫 高宋激发 二千岁 您先把文武啊 啊 大夫总 让他们都各回府地 臣有话 单独跟您讲 那就说要密谈 激发 让这些文武各自回归府地歇息啊 以后再一 只留下散医生大夫 激发问他 大夫 有什么高见啊 二千岁 散医生告诉激发 您总是这么哭哭啼啼可不行啊 现在大难已经啊 临头了 落在我西齐的头上 那么贤猴未归 公子丧命 您这时候必须要冷静 我有一计 想办法先把贤猴请回西齐 然后啊 再慢慢的商议 看看这事该怎么处置 现在也不能说 大公子对啊 是不对啊 不是派不是的实话 激发一听 先生说的对 那你说吧 我想 如此 这般 散医生 语中心肠的 跟二千岁激发商量了一气 哈 密谈了有一个时辰 激发一听 嗯 散大夫说的头头是道 言之有理 就按先生做说的去办 去办吧 那 你拿什么 让这两个人哪 各带二十个仆从 哎 准备十几辆小车 悄悄的 鸭目 巧动的 进昭哥 去看望 废众游魂 说了半天 散医生 跟二千岁激发商量也好 派这两员大将去招哥也罢 为什么要单看废众游魂呢 这是散医生遗迹呀 他想重会 这个废众游魂二人 好把西伯和鸡昌接回 重会啊 就好好的 啊 用重金重礼 贿赂这俩 只有贿赂好了 费中游魂 他们才能啊 在昭王面前每言几句 能够释放西伯后 只有走这条路了 要不这么去做 恐怕贤猴难以回归西袭啊 那就是说二千岁 您和贤猴永远甭想团圆了 这条计策很高啊 太殿洪摇二将领命 按着散医生吩咐的 首先把架子放下来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特别是在废众游魂二人的面前 绝不许啊 摆这个稀奇上将军的架子 你们要规规矩矩的 老老实实的 装傻充愣 客客气气 把这事给我办好 如果要把这事情办砸了 我拿你们两个试问 太殿洪摇哪敢怠慢呢 换了衣服 扮作客商模样 带着重礼 悄悄来到昭歌城 都没敢住在驿馆里 就靠着那城边啊 城乡结合部 找个小店 住下来 然后 两个人分头行事 太殿问洪摇 你上费众那去 是我上那去 洪摇一听 兄长 还是您看费众吧 我去看游魂 太殿告诉他 先帝 三大夫的话 你忘没忘 我哪敢忘去啊 我都牢记在心啊 对了 不管这俩人跟咱们摆什么谱 听见没有 咱们也得客气 他爱怎么酸怎么酸 爱怎么臭怎么臭 咱们呀 一定要恭恭敬敬 要不然散大夫可不答应咱们 可别耽误了 贤侯的大事啊 这俩都要哭了 胡耀一听 我记住了 怀揣李丹 分头行事 太殿 来到了费众府门前 龟国居居往门口这一站 太殿受了罪了 咱们 他是西齐的一丸大将 能争贯债 五一高强 垮下 轻松马 手里使着 那叫金鼎开山岳 可以说是慢将难敌啊 今儿个呀 得装老实 哎 这衣服换了 对这位上将军来说就够顺的了 人是一帽马是安 他没穿过呀 这山谷的这衣服 而且还不是大山谷 穿愁果断 有个派头 哎 他是装作一个小买买人的样子 嘿 浑身上下不存撩印儿 肩膀上搭一哨马子 就那小钱铲子 前边写四个字 发福生财 后边写四个字 多多发财 这小老板生财迷 站在门口这儿 不敢舔胸蝶肚啊 得猫石扣着 哎 俩肩膀望起这么一损 哎 这身子呀 还得往前轻一点 压低了声音 问门上 哪位在 哎呀 把太监憋的呀 出气都不云了 这门关听到有动静 直嘎一下 拉开门 打里边出来了 撇着嘴上下打零了太监三眼 你是什么人呢 用鼻子说话 这什么意思呢 这叫主多大奴多大 哎 至于你看那主人 是不是平易近人 十分和善 你不用看 就看他手底那人就能看出来了 那个主人如果要是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他手下人哪 也都个个和气 一定也特讲礼貌啊 千功让人哪 费中游魂府门前的 这些听差的 那能和气的了吗 那叫鱼虎安眠无善寿啊 老虎旁边听差的 肯定是狼 所以 这位门关跟太监将军说话 哎 都是鼻腔共鸣 你是从哪来啊 啊 回禀大人 其实他不是大人 他是小人 但是那太监也得这么叫啊 我是从西齐来 什么 听这地方有点心心 西齐 谁让你来的 西齐上大夫散医生 派小人 前来拜见 费中大人 说着插 把李丹捧到手里了 啊 门关点了点头 后着 说完了嘎吱 是广荡 他进去了 把门关上了 到书房来见费中 禀大人 外面有人求见 费中一听 啊 天都这子玩了 谁来看我呀 什么人啊 回禀大人 是西齐上大夫散医生派来的人 来看望您 啊 啊 费中冷笑了一声 往着西齐的方向 用手指点来指点 三医生 你才明白过味儿了呀 啊 你主子在这儿已经关押了七年了 你才知道派人来看望你家大人呢 晚了 哼 告诉他 不见 是 这门关刚一转身 回来 你叫他进来我看看 费中本来说不见怎么又叫进来 他主要想看看呢 这人都带着什么东西 咱医生派人来是肯定有理呀 我先看看这礼物怎么样 要是平平常常啊 撒窝窝窝窝窝啊 哼 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我是按李丹行事 门关出去把太殿叫进来 太殿啊 哦 毛热腰进来了 进来之后扑通一下 往那一跪 先把李丹顶在头上 费中 费中亲手把这李丹贴过来 在灯光下展开 你这么一看 嘶 呀 费中傻了 怎么了 哎呀 我搜索枯肠 滑了了这么些年 搁在一块 也赶不上这李丹的 六分之一 激动的费中啊 那心突突直跳 他轻轻的 把这李丹这么一合 还不想啊 在表情之中 带出来这份惊喜 他让太殿平身 太殿站起来 毛着腰 往旁边那一站 干嘛他总毛着个腰啊 按照反大夫吩咐的 他不敢啊 挺胸蝶肚啊 在这说了 太殿这做戏呢 不是有那么句俗话 叫庄雄吗 那就是给太殿这留下来的 太殿啊 游在囊中一伸手 把散大夫写的那封书信拿出来了 双手捧给了费中 费中拆信一看 哈哈大笑 他让太殿先回去休息 等我商量商量再说 这不过是一句口头晦气 这事能跟人商量吗 匪众早已有了主张 好吗 好吗